哈喽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在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好处之一 就是有资格享受雇主提供的员工福利 从健康保险到401K之类的退休账户 再到各种失能或人寿保险等等 有员工福利是好事 但大多数人在选择和注册福利时也会各种不安 毕竟面对着一堆陌生术语实在令人头大 即使费半天的劲搞懂了术语 也不知道自己选的,是不是最划算,最适合自己的 然后拖延正习来,将这事一拖再拖 直到deadline的前两天,看看同事都选了什么 你也随便选选就提交了 如果你也是这种情况,需要专业顾问讲解各种术语 或者根据你的情况,帮你选择最适合你的选项 君君都可以为你提供帮助哦 由于每年你的员工福利都会有些许调整 完全不管它,让明年继续沿用今年的选项 可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本期君君就列举一些关键步骤 以确保你能充分利用好你的福利 注意,每年Open Enrollment这段期间 你所调整的大部分福利都是在明年年初开始生效 而有很大一部分福利已经提交 新一年的福利就不可再更改了 因此,在做选择之前 你要粗略预设一下明年的情况 一,退休账户 无论你的雇主提供的是哪种Retirement Account退休账户 401K,Simple II,Sep II,403D 每年你都可以随时更改放入退休账户内的工资百分比 但最最重要的是了解你的公司的Match 至少拿到所有的Match Match算是公司的一种奖励 比如,如果你往退休账户里面放了工资的5% 公司会再帮你放5% 这不就相当于公司白给了你5%的工资吗? 不要白不要吗? 以上只是举例 每个公司给的Match不一样 你记得要去问清楚 如果你是第一次存入退休账户 你会发现他会问你选择开户Traditional还是R 它们两个仅仅是缴税上的区别 Traditional是本金帮你退税 也就是没交税,增长期间无税 但当你退休后取出 账户里面的金额都是要交税的 R是本金交税,增长期间无税 且当你退休后取出 账户里面的金额都不用交税 两者该选择哪个? 一句话的答案是 如果你是年轻人,可以无脑入窝 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目前我们在低税收的法案中 而这个法案在2026年过期 所以从2026年开始 我们就要回到高税收了 既然知道现在税交的少 以后交的多 当然是选择现在交税 所以,哦,胜出 二,当你二三十岁就开始准备60岁以后的退休金 你的增长会比你放进去的本金多得多 所以,当然是避免让增长交税 而将较少的本金交税更合算 Rough,再次胜出 注意,退休账户属于长期投资 要等到59.5岁才能取出 不然会有罚税 加上10%罚金 当你选好存入退休账户的百分比后 你会发现,它会给你一堆基金选择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系统会根据你的年龄 自动给你选择一个Target Fund 这个Target Fund简单说就是年龄越大 分到的投资越保守 毕竟快要退休取钱的时候 是经不起市场有大的浮动的 但是呢,君君建议年轻人避开Target Fund 首先它的管理费真的不便宜 其次君君很少见到Target Fund的长期回报率喜人的 如果你实在懒得研究 简单粗暴 直接选择个管理费低的S&P500的基金就好了 由于每家公司通过不同的券商提供退休账户 里面的基金也有很大的区别 有些公司提供的基金真的很不错 如果你不想错过好的基金 却自己又不知道选什么 可以在君君的网站预约咨询 会有专业的投资顾问 根据你的风险承受能力 目前的经济周期和基金的好坏 为你提供投资组合建议 2.医疗保险 你和家人的医疗需求是否发生变化 明年是否会增加医疗花销 明年是否有生孩子的打算 如果是,选择好一点的医疗保险 如果不是,可以选择普通 甚至高字付额保险 HTHP 这个很重要 等下单独讲讲这个 先仔细看看 你的雇主提供了哪些医疗保险 再看看他们自上一年以来有什么变化 因为一般来讲 每年的医疗保险的保费 都会发生变化 今年保费最划算的公司 可能在明年就不是最划算的公司了 是不是最划算的 不但要看每月要交的保费premium 还要对比Deductible CoinSurance Copay 和Out-of-Pocket Maximum Deductible代表每年你要付多少钱之后 保险公司才会介入 比如Deductible是1000美元 当你看病N次 花了1000美元之后 保险公司才开始帮你付钱 那么保险公司帮你付多少呢 这取决于CoinSurance CoinSurance是当保险公司介入后 你需要付的部分 比如CoinSurance是20% 接着上面的例子 当你付满了Deductible1000美元之后 之后出现的任何医疗花销 你需要付20% 保险公司付80% Copayment是一个固定的费用 通常是门诊费 每次你去看专科Specialist 你都需要交这个Copay 通常Copay不算进Deductible里面 Out-of-Pocket Maximum 这个是去除保费之外 每年你最多需要为医疗付多少钱 比如你的Out-of-Pocket Maximum是5000美元 把刚刚说的Deductible CoinSurance Copay都加起来 当你付了5000美元 你的保险就全包了 当这些你都搞懂了之后 你会发现保险还分HMO和PPO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用HL 每次你想看个专科 必须先去看你的家庭 全科医生Primary Doctor 必须要他给你refer到一个专科医生 你才可以去预约问诊 即使你知道某个医生很牛 直接去看那个专科医生还行不通 不但需要提前refer 还需要专科医生必须在你所在的医疗网里面 这一道道的工序 不但麻烦得很 等到你打电话预约问诊时 你发现最早的预约 可能是几个月之后 所以HMO总被网友调侃 等排到我看病 我的病都好了 总的来讲 HMO的主要好处就是保费便宜 用PPO 如果你知道某个好的专科医生 你可以绕过你的全科医生 直接去预约问诊 如果那个专科医生 在你的医疗网里面 费用会便宜一些 如果不在你的医疗网里面 费用会高一些 虽然有些非常专业的专科 比如肾科 也需要全科医生的refer 但PPO比Channel 在医生选择方面会灵活很多 所以保费也会高 有时保费可能比Channel贵一倍 因此 如果年龄较大 或者经常看病 看专科 不如就选PPO 三 FSA与HSA 这两种都属于医疗方面的储蓄账户 它们最大的好处 就是能边省税 边为医疗花销做储蓄 存进去的钱都是pre-tax contribution 也就是没交税 只要你将金额用在医疗花销上面 无论是deductible coupay co-insurance qualified medical expense都可以 就全程无需交税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 HSA health savings account 只有你选择了 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 hthp 高字付额保险 你才可以参加HSA 里面的金额 可以买股票基金进行投资 以此帮你建立免税储蓄 以便日后支付医疗费用 FSA 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 不管你选择什么医疗保险 都可以参加这个 但坏处 是里面的金额 不能逐年滚动叠加 你需要在年初到来之前 绞尽脑汁 把里面的钱都用光 以下为FSA在2023年的额度限制 2023年FSA存放上限为3050美元 FSA rollover为610美元 仅部分公司提供这个选项 即未用完的金额 可滚动到下一年再用 总的来讲 如果你知道明年的医疗花销大 一年内能花完 选择FSA 如果你现在还不想用 主要是为了退休后的医疗做打算 选HSA 军军个人比较倾向于HSA 毕竟一年内没花完 钱不会消失 总归是好事 另外 FSA必须要通过雇主才可以拥有 HSA 即使雇主不提供 你也可以在外面自己开 跟IRA的操作一样 又或者你不喜欢公司提供的HS 你也可以在外面自己找券商 开HSA 如果你想知道谁家的HSA最好 可以在评论区 看军军总结出来的排名哦 接下来着重讲一下HSA和HDAP 当你选择医疗保险时 会看到高自付额保险 HDAP 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 顾名思义就是自付额比较高 但它有两大好处 一是保费低 二是有了它 即可参加HS Health Savings Account 以下为2023年的额度 人们通常调侃 HDAP最适合的人群是The Healthy and Wealthy 原因是因为自付额比较高 所以更适合少看病的健康人群 如果你只是每年例行体检抽血厌尿 简单看个专科 拿个药 HDHP没啥问题 但如果你要生孩子 或者做大手术 还是选好一点的Plan为妙 另外 选择该Plan的人群大多数是为了参加HSA 在里面存钱投资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你的401K和IRA的双重省税够好了 那你应该了解一下HSA的三重省税 HSA存钱是Pre-tax Contribution 也就是存的钱没交税 买了投资后的增长期间 任何增长都是严税处理 也就是随便买卖交易都不会触发交税 最后 只要你将HSA里面的金额用在医疗上面 就完全不需要交税 看吧 从头到尾不交一分税 但如果你将金额用在非医疗用途 它就有说法了 如果你是大于等于65岁 将金额用在非医疗用途 取出来的部分就需要交税 相当于二重省税 跟Traditional 401k和IA一样 如果你是小于65岁 将金额用在非医疗用途 不但取出的部分要交税 还会有20%的罚税 因此作为医疗储蓄账户 用在医疗保健上面 才能将它的利益最大化 另外 有些雇主会给HSA提供Match 你一定要去问清楚相关细则 毕竟这白给的钱不要白不要吗 注意 一般来讲 你无法同时往FSA和HSA里面储蓄 除非你选择的FSA是Limited Purpose FSA 这里面的金额 一般是用在废医疗花销上面的 比如眼科和牙科方面 4.牙科和眼科的保险 通常这两种保险价格都比较合理 但在选择Plan时最好阅读一下都覆盖什么服务 如果你真的用不到 也可以不买这两种保险 一般来讲牙科保险会免费包括两次检查和洗牙 其他的服务最多Cover一两千 如果出现Emergency 到头来你可能会发现 还是你自己再交大部分的金额 另外 许多牙医会接受自费洗牙 而这种费用可能比你支付的保险费还要少 以上牙科保险的情况 也同样适用于眼科保险 对于牙齿 我们还会每年做个常规洗牙这种维护 但对于眼睛 如果你的视力良好 眼睛好像没什么必做的常规护理 这种情况下眼科保险好像就没什么必要了 总之 每个人的情况有不同 在选择牙科和眼科保险之前 看看他们覆盖的项目有没有你需要的 再对比价格 就很好抉择了 5 失能险 Disability Insurance 当你因疾病 受伤或事故而无法工作时 该保险会给你提供部分收入 这个可谓员工福利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项 根据社会安全局的数据 在20岁以上的人群中 每4人中就有一人会遇到需要休养一年以上的伤残事件 同时 每年平均有5.6%的人会因为疾病 受伤或怀孕 而经历6个月以下的短期失能 好消息是 短期失能险 Short-term disability insurance 大多数雇主会免费提供 这种会覆盖3-6个月的短期失能 拨款40%这70%的收入 但如果你要他支付6个月以上的长期失能 你就要自己自行购买长期失能险 Long-term disability insurance 长期失能险 一般会提供60%至80%的收入 保费一般是工资的1%至3% 至于拨款多久取决于你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5年10年20年甚至到退休 在选择长期失能险时 你就需要做一个对比了 有时候公司提供的未必比 直接跟保险公司购买更划算 如果你想在购买之前货比3家 想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 或者单纯想要对比一下 都可以在军军的网站咨询哦 6.人寿保险 Life insurance 人寿保险的主要作用 就是当员工不幸去世 员工的家属会得到赔偿金 你的雇主可能会免费的 为你提供少量的人寿保险 一般来讲 福利是你年薪的1-3倍 如果你觉得一倍的年薪有点少 想增加赔付 你可以选择购买额外的人寿险 但一般来讲 人们不会通过雇主买人寿险 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是当你离职 人寿险会终止 第二是通过雇主购买的人寿险 价格和功能上面 都非常有局限性 市面上的保险公司 所提供的人寿险 不但不会因离职而终止 且在价格上更公道 还可以增加额外功能 比如可以做无税投资 拿来做养老金 支付长期护理费用 或者做遗产规划等等 如果你想知道在寿险上面 你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也可以预约咨询哦 7.其他福利 你的公司或许还提供其他福利 包括Dependent Care FSC家属护理FSC Student Loan Repayment Program 学生贷款偿还计划 Public Transit Assistance 公共交通援助 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长期护理保险 这些选项每年都会有些许变化 如果你不确定它们都是什么 或者市面上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想要比对一下 都可以在军军的网站预约咨询 Open Enrollment的时间很紧 通常也就两周到四周不等 不但时间紧张 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 绞尽脑汁 选出更好的选项 都令人头疼 但如果你想让整个过程不那么痛苦 就尽快地寻求专业的帮助吧 无论是求助公司的福利部门 还是与军军咨询 都要抓紧时间哦 军军可以一站式帮你选出最优解 免费咨询空位有限 先到先得哦 关注军军 让你的资产无限变大 本视频由超能力 投资军提供 一个立志于覆盖全部在 每投资理财的知识网站 从投资 省税 保险 退休 到传承 理财知识全覆盖 如果你想了解 某些投资理财的知识 大几率会在军军的网站找到 如果你未能找到 可以在军军的网站申请免费咨询哦 会有专业的顾问解答你的疑问 好 感谢 那 对